从疫情开始 看到黄金价格一路乘风破浪 同样身为贵金属的白银 下半年会走得更好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去年 央行和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措施 也加剧了对通胀的担忧 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被视为对冲价格上涨和美元贬值的工具 事实上 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 政府珠笔厂的销量都达到了 创纪录水平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这两个国家对贵金属都有着悠久的文化源源 加上人口增长 对白银的需求还将增长 由于白银为太阳能板生产材料之一 受到美国新政府拜登的 绿能新政策带动下 也使白银需求持续增加 从投资角度看 疫情导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下降 财富和家庭储蓄的配置 转向黄金和白银 只要世界仍然担心病毒变异 对经济的影响 就会促使政策制定者将实际利率保持在低水平 并可以将投资需求维持在高水平 大多数行业分析师预测 今年白银价格将走高 只有5个预计 白银价格将保持在30美元以下 基银比也是判断是否经常买入的信号 基银比正常的区间一般是60倍左右 当达到或高于70倍的时候 说明银价处于严重低估区间 因此相对于黄金而言 买入白银是一个更加不错的选择 在各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相对稳定 而有超低利率保持不变 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条件下 债券市场即将出现资金外流 货币环境也可能会更加宽松 通胀飙升和债券市场大规模资金外流 将可能会使大宗商品利好受益 特别是对黄金以及白银的影响 将会使长期提振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